你自己亲眼看见的事情都不敢承认 你活过吗 你连你的幻觉都不如 你们的人是谁 叫魏晓琳 这个女孩 好像有点恐怖 我们公司目前最重要的秘密研发计划 就是这个游戏 它是以脑波的方式操控 能够让玩家完全的生理其境 他是你的病人 我是被你们的疯狂和无能所害 他的幻觉越来越严重 可能还影响到身边的人 何医生 其实我后来杀了我老板 你的幻觉 就是你内心为你的偶像 董事长 董事长 眼泪创造幻觉 我马上是为了逃避透苦 为什么这幻觉 对人来说这么真实 你不不 大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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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不是犯罪犯 何医生 你会不会真的假如 董事长 你 大佑 一旦有个案进入我的私领域 我就没有办法再治疗他了 所以 我在这里建议你 终止对卫晓宏的治疗 我只是发觉了他的能力 但你看来是病 在我旁边是才华 天地有正气 请赐给我对抗大魔王的智慧 勇气 幸好这个世界还有你相信我 那天是我试用期的最后一天 那天应该跟其他天没有不同 应该七点起床 八点出门 九点到公司 可是偏偏 偏偏怎么了 直到试用期的最后一天 我也不晓得为什么 那些东西突然又回来了 你说我看得到鬼 姑娘能建朝在下 姑娘真能建朝在下 姑娘 在下乃臣氏十一少 姑娘若真能目视在下 在下由要事相求啊 你见到那条童心结了吗 在下被困隐私结当中 无奈出不去啊 嗨 无情 姑娘 很多人都说那是鬼啦 像我阿嬷 可是我从来就不相信 这篇文章说 人在死前 因为心中有汗 有直 有恨 所以脑波会变得异常的强烈 我觉得我对这些脑波是有感觉的 脑波控制 是啊 是董事长研发的 你可以用脑波 你可以用手开 你不是在赶时间吗 我快送来 对 谢谢 相信各位都已经拿到脑波仪了吧 幻想神韵式玩板 我知道难度非常的高 所以欢迎全世界的精英玩家要前来挑战 我们需要进一步找到合适的超级脑波能协助测试 你们需要多少钱 保守估计 完整分析并开发出游戏设计的界面 大概需要三亿 台币 美金 太夸张了 这种场面我今天多了 2001年网络泡沫就死了 那早就是20年轻的事情 缅怀过去的失败 是没有办法做到明天的成功的 你好 贝比 我是时代 大勇 你确定一年内能找到超级脑波测试员 拥有超级脑波的人 占全人类的十亿分之一 说实话 我觉得找到这个人选的几率 比重乐透投奖还要低 这样 晓琳早啊 鸭子哥早 你错过个大消息 你知道跟我们对打的雷神战绩 提前上线 所以上面交代我们的经理乐章也要跟进 提前交封测档案下午上线 可是我还有一个大家没有测试完耶 惨了惨了 要是通不过试用期怎么办 六个月的努力全聚终 谢谢大家 Jerry Jerry 我的游戏好像吹吹我的家了 你不能上线啊 就是 一定会替我 我 也行 另外 卉晓琳 你干嘛 那这板机凹了一个大洞 对不起 童心结不少 麻烦是难少啊 红色警戒 我们先回卫生会做好 我在你新闻稿 游戏暂时下线 公关部门正在给平面媒体压力 怕他们到时候问代言人 会有出更大的麻烦 你说后来你被开除了吗 嗯 到了当天下午 情况就失控 董事长 求求你 我错了 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就是因为你的散漫 这个游戏上线短短一个小时 就被玩家找出了三十六个罢口 都怪你乌鸦嘴 早上外开玩笑 说什么他通不过是用情 其实我去警察场 就是为了要找Jerry 告诉他说我游戏没有气息 姑娘如此伤心 在下十分过意不虚 都是你 他在那边啰嗦 这又是你的态度啊 难怪大勇说测试部门 纪律松散 十分钟只能叫他说好东西 就滚蛋了 董事长 可是我 好 我不会被你打败的 董事长 你干嘛躲啊 你都喝醉了还这么没有蛋 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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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太过分了 明明就看到了 这部电梯 不就是用脑波控制的吗 大飞 大飞 OS 3 4 6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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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 董事长对不起 我好帅了 何止我 姑娘 你麻烦大了 我们董事长刚是不是穿到墙里面去了 我为什么能穿墙 他真的死了吗 真的是我害的吗 我只是想要吓吓他而已啊 我只是想要把他困在电梯里而已 还是你有心脏病 你才有神经病呢 而且我死我怎么没看到啊 你们也死啊 杀人犯 我不是杀人犯 你才是脑袋渣渣 假的 可是我不要你死 你为什么要死 停 此事尚可转还 少安污躁 树上的鸟儿 成双队 露水青山 带笑颜 姑娘你没事吧 董事长你不要开玩笑 不要叫我小玲姑娘 小玲姑娘 喂小玲 我命令你马上跟十一少去找我死前最后一念 让我尽快复活 起来 十一少 起来 起来 喂 你要干嘛 公报私仇 此乃无数百年耳闻目睹之方 若在四十九日之内找到便可复活 若在四十九日之后才找到 亦可得到解脱 你刚刚也看见他们两个了吧 真不知道他们到底是来工作的 还是来谈恋爱 你先去跟丁宇道歉 为什么 因为你惹怒了我从小到他最好的朋友 好朋友 不止吧 大勇的女朋友 就是我的朋友 我不是他的女朋友 你误会了 我跟大勇没什么 是吗 马走日 向飞田 什么角色走什么路子 我亲眼看见的 难道我误会啊 知女莫若妇 你跟他一起长大 你心里向他我不怪你 你只要带回来你有用的讯息吧 如果他现在站在我面前 我一定不敢跟他说月色正好 因为我听说 那是告白的意思 我想要更了解你 你被了解是很孤独的 如果你很在乎一个人 却不能对他真诚 你会不会很难过 如果我是幻觉的话 那真实世界肯定都是这个屁 假如说 我想要一个拥抱的话 石老爷 现在明明就躺在床上昏迷不醒 石家上下 也没可能有人联络着到他 业业的拐杖还在 代表他没有出国 为什么丁羽跟丁总共要说好 原来如此 这就是大勇的死前一念 石医生 你在干吗 小灵 我当然愿意去相信你所描述的幻觉 我更关心的 是你和你的故事 我的故事 你的脑坡比一般的人还要长 还要慢 还要强力 所以你可以轻易控制我的脑坡游戏 这样的能力 在地球人口比例中 占不到十一分级 你拥有非常难能可贵的天赋 我老板好像变了一个人 就像是 被附生了一样 你为什么会觉得 那是幻觉 就是觉得 跟着自己被诊咒了一样 好像永远也得不到幸福 你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 自己永远得不到幸福 要喝什么 要为小灵资料 难道 你也被小灵催眠了 现在我的幻觉醒了 你一定很替我开心吧 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鬼 都是幻想这都是假的 你是不是利用催眠 对我惊醒的诈骗 没有人可以了解 如果你真的想要帮我的话 你可不可以开一种药 让我看得见我阿嬷 你做了什么 让自己觉得很羞愧 你不要走 他在闪下 我不想再死一遍了 每当你要我相信你的时候 我会告诉我自己 并不能解决你的问题 所以我必须只是你的工作 对 我就是看得见鬼 我就是看得见鬼 对 珊珊的事情已经过去了 我过去的失败 不代表我会永远失败 以前我的故事很荒谬 但是我怎么觉得 那科学者是对我来讲 好像更荒谬 你为什么很不走啊 为什么要放我走啊 因为我舍不得 我接下来要告诉你的事情 我接下来要告诉你的事情 它是幻觉 也是真实 我接下来要告诉你的事情 它是幻觉 也是真实 我们的眼睛 是有一个人 你不想咬读